朋友你好,欢迎回到碎片记忆频道 今天是2022年8月26日,开始我们今天的第三个节目 再多的口炮也不如一颗炮弹来得实在 所以咱们还是说说军援 就目前来看,尽管很多人渲染西方武器库 因为援助乌克兰的缘故已经快要见底了 但实际上美国和西方富裕了这么多年 家底还是很厚的 咱们先来看美国 美国这次在30亿军援中准备提供24.5万发155毫米炮弹 并且已经开始运输了 与俄军作战思路不同 西方军队向来主张精兵政策 用更高的命中率来避免资源的浪费 平均而言,一颗西方常规炮弹的作战效能 差不多相当于6发普通的苏制炮弹 而一颗西方精确制导炮弹的作战效能 差不多相当于30发苏军的普通炮弹 所以这24.5万发155毫米的炮弹和乌军已经拿到 或正要拿到的几千发精确制导弹药 差不多相当于150万发苏制普通炮弹 这赋予了乌军在炮弹中获得优势的底气 别看俄军把乌克兰的大地打得坑坑洼洼 但许多仍是无用功 乌军在西方支援下屡屡斩首俄军将领 并用海马斯等高精度弹药打在俄军的七寸上 看似没有那么轰轰烈烈 但实际毁伤力度超过俄军 美国军员中将会提供AGR-20 APKWS激光制导火箭弹 该型火箭弹是在原有的非制导型九头蛇 70毫米火箭弹基础上 加装制导舱段改进而来的新型号 非制导型的九头蛇70毫米火箭弹 是美军装备已久的一款机载武器 配备在直升机攻击机以及战斗机上 主要作用对陆对海攻击武器使用 大家都在各种照片和视频中 看到美军发射的最多的火箭弹 就是这一种 这张图片就是地狱火导弹和九头蛇普通火箭弹 不过1991年海湾战争后 美军觉得这种弹6公里射程上100米的偏差 实在是难以接受 美国空军飞行员平均要倾泻30发火箭弹 才能打中一个地面目标 可一架直升机也就载弹30至40发 这个作战效能不行 于是BAE系统公司搞了一个创新 给九头蛇加装了一个仓段 赋予了该型火箭弹激光制导能力 这样一来就可以大大方方节省成本 WGU59B制导仓段的采购价格只有3万美元 非制导型九头蛇70毫米火箭弹 更是现役的成品 不需要额外的采购 加装WGU59B制导仓段后的九头蛇 可以达到1至2米的命中偏差 比之前100米的偏差要提高50至100倍的命中率 几乎可以替代掉单价10万美元一枚的 地域火防坦克导弹 可价格只有地域火的30%到40% AGR-20 APKWS激光制导火箭弹 只是进入乌克兰的西方武器之一 但是越来越多的西方武器的进入 对乌军潜移默化造成的影响是巨大的 之前的乌军和他们的对手俄军是一样的 都脱胎于苏军的教育体系 习惯了满山遍野打破的粗放 经过这场战争 乌军必然效仿西方的作战方式 无论乌克兰是否会在战后立即加入西方 乌克兰都将成为西方事实上的军事盟友 俄罗斯一贯欺负周围弱小国家和民族 这次不但踢到了铁板 还给自己树立了一个强大的敌人 这绝非增兵13万能解决的问题 那个人哭的日子估计马上就来 而更多的援助正在源源不断抵达乌克兰 昨天25号 乌克兰国防部长奥列克谢列兹尼科夫 在社交媒体上宣布 罗马尼亚向乌克兰武装部队 移交了新的伊朗的军事援助 包括弹药小武器和军事装备的备件 与乌军一样 罗马尼亚拥有大量素质装备和弹药 他们移交的军员很多能够立即成为乌军的战斗力 另外 自2月份开战以来 西班牙将首次向乌克兰发送防空炮台和导弹 马德里的最新一批军事援助还将包括 超过1000枚远程弹药 1000吨柴油 M113装甲运兵车套装 防空炮台及其导弹 冬季服装和装备 3万件制服 15600件夹克 15000件户外套装和数千件额外的外套 并且西班牙将对乌克兰军人进行高射炮作战培训 并对乌克兰空军人员进行培训 俄罗斯军队对乌克兰民用射施的导弹攻击 是否打击了乌克兰的士气和民心 这不好说 但可以肯定的是 这严重刺激了北约对乌克兰防空网的积极援助建设 即美国准备提供6套纳萨姆斯区域防空系统之外 德国政府声明要在几周内提供3套IRST防空系统 而西班牙此次准备提供的阿斯派德防空系统 虽然作战效能没有那么强大 但对于乌克兰来说依然是宝贵的防卫能力 今天的最后咱们来探讨一下 到底是俄军更能坚持 还是乌克兰会撑得更久的问题 虽然普京已经签字确认扩军13.7万人 但搞不好这就是加速其崩溃的一个诱因 看看俄罗斯的经济吧 7月份同比去年收入是23,840亿卢布 今年只有17,610亿卢布 减少了6,230亿卢布 同比下降超过了四分之一 换任何一个国家的政府 这都是不得了的事情 何况俄罗斯还在打仗 一个兵20万卢布 死了就是1200万 一颗巡航导弹200万美元 每天10至20颗 那可就是几千万美元 现金是哗啦啦的往外流 7月份俄联邦中央财政开支是26530亿卢布 单月赤字接近9000亿卢布 按中文局域网内的军事博主和俄校们的说法 俄军是一路高歌凯奏 打得无菌落花流水 赢了赢麻了 可是战线很奇怪的一动不动 同样按照这帮人的说法 现在油气涨价 俄罗斯财政收入猛增 可这些人也不看看 现在油气价格已经开始下降 沙特伊朗甚至非洲国家都准备增产 油气价格继续上涨是完全没有可能 但整个欧洲准备告别俄罗斯能源的决心却无比鉴定 俄罗斯未来用什么方法补上财政的巨大缺口呢 更何况俄罗斯愿意上战场的都是些50多岁的准备最后为家里做一把贡献的老头 乌克兰全国上下却世系阵望 这战斗力就不是一个数量级的 当然咱们频道多次也提到了关于50多岁的老头的问题 这里单只作战而言千万不要过多的解读 前天乌克兰独立日那天 泽连斯基为部分乌军有工人员举行了一个受奖仪式 乌克兰总统办公室新闻处24日报道 乌克兰国防部情报总局局长凯里洛布达诺夫少将等一批乌克兰军人 获得了总统的最高军事奖 但是其中一些军人已经无法来到颁奖现场 亲自接受荣誉 当我们意识到他们不能来的原因时 我们瞬间想起了一座著名的纪念碑上刻着的这行字 自由不是没有代价的 但是幸好他们虽然为国捐去 但他们的家人还健在 于是他们的家人就代替他们来到了现场 飞行员亨纳迪·马图利亚克 他是某航空中队的中校指挥官 也是该部队最优秀的飞行员之一 他在基辅地区完成了任务后 于2月25日被俄军击落 让我们动容的是 泽连斯基是单腿下跪 把奖章递到了中校的家人面前 他的女儿拿起了奖章 然后女孩的妈妈为女孩把奖章带到了胸前 小女孩似乎也懂得 这是一枚沉甸甸的奖章 看到这一幕心里很难过 想起六个月来 这个英勇的国家承受了多少的痛苦 我们觉得这是一个奇迹 他们竟然能在这样残酷的战争中生存下来 出乎所有人的意料 我们毫不怀疑 他们将获得最终的胜利 无人能以野蛮征服这群向往自由的人们 好 以上三个视频 是我们今天与您分享的所有内容 感谢您的耐心观看 这里是碎片记忆频道 咱们明天再会